谢谢 请我们打开周报第二页 我们一起要来看今天早晨的聚会 为了配合今年的主题 活出爱发挥恩赐彼此服事 今年教会的主题会放在生命跟恩赐的上面 因此我会有系统的来讲解以夫所书 今天我们要讲第二讲 我们的主题是五福临门 是五福临门 很多年前我去参加一个退休会 那是在美国 在邮轮上面举行的 我从来没有上过邮轮 我只是在照片里面看过邮轮 我不知道邮轮里面的情形 我只听过别人告诉我邮轮里面大概的状况 可是我并没有真正去参加过 我也不知道邮轮有多大 虽然照片看起来很大 那一年我们被邀请去参加 我们到了那里之后呢 也没看见票 因为别人帮我们把票买好了 因为我们是被邀请去参加的 然后就人家把我们接到那个码头的旁边 我才知道原来邮轮比我想象的大很多 我一直以为飞机已经蛮大了 因为飞机可以坐两百多个人 三百多个人 现在最大的飞机可以坐到四百多个人 应挤可以挤上五百个人 可是我不知道一个邮轮可以载这么多人 我到那边一看哇十几层楼啊 十几层楼 然后我们到了那边之后呢 他就告诉我们要排队 我们就去排队 我才发觉这么多人同时要上船 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而且你知道 如果在飞机上船的话 上飞机的话呢 是在外面先把行李都check in掉了 对吧 然后你才进去 可是我们到那边呢 你check in的同时 你要把行李带进去 虽然你到那边也是要交给他 他之后马上会还给你 因为你在那个五天四夜 或者八天七夜 或者十六天十五夜 你都住在里面 可是呢 你行李还要交给他 他会把你送到房间里面去 不过大家还是把行李都 都带到那个上船的地方 然后去排队 然后check in 因为人太多了 我也看不清楚 是不是有头等舱 二等舱 三等舱 四等舱 然后大家都排在一起 一条那个非常大的房子里面 大家在里面排队 要check in行李 进去了之后 我更麻烦 因为我找不到我的房间 后来我才知道还有地下一楼 地下二楼 然后一楼 二楼 三楼 四楼 五楼 六楼 七楼 八楼 九楼 这么多的房间 而且还有靠左边的 靠右边的 我进去之后 完全搞不清楚状况 其实在那里面的 我记得是五天四夜 还是六天五夜当中 我也搞不清楚状况 我不知道什么地方 是可以吃饭的地方 我不知道什么饮料 是可以喝的 他们每一天都有一张单子 告诉我们说 今天有什么活动 然后今天船开到哪里了 如果你要出去玩的话 有几个选项 你可以去选择这个兔 那个兔 我都看不太懂 因为第一次上船 它如果有中文会好一点点 可是它全部都是英文 所以我就看不懂 我跟我妻子两个 住在一个房间里面 人家告诉我们去哪里 我们就去哪里 一上船之后 它就告诉我们说 要做逃生演习 逃生演习 以后就告诉我们 你们的位置在哪里 你是坐哪一艘船的 你要穿哪个救生衣 还没开始船开呢 我们都吓得半死了 原来是这样 就船开的时候更麻烦 因为原来它是 什么时间都可以吃饭的 每一个餐厅 你都可以进去的 我们也搞不清楚 别人告诉我们说 你只要到那边 你只要点菜就好了 你只要去拿自助餐 你只要吃了就好了 饮料你就喝了就好了 可是我们就很害怕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可以吃的 虽然人家告诉我们都可以吃 然后别人点起来都很像真的 可是我们到那里我就想说 这个可以点吗 那个可以点吗 如果再让我坐一次游轮 我相信我会表现得比较好一点点 可是那一次真的很糟糕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告诉我们有什么表演 都我们跑到那边的时候呢 人家已经表演完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根本找不到它在什么地方 它就告诉我们说 在几楼的什么地方 它虽然写得很清楚 我还是找不到那个地方 因为它说要经过一个casino 或者要经过一个什么咖啡的地方 然后才会到那个地方 然后二楼进不去 要到三楼才进得去 其实它在二楼 你听得懂吗 你当然听不懂 除非你去过 如果再让我去一次 我会表现得好一点 我后来才知道 原来一张票可以通到底的 原来我买了那张票 什么都可以吃 什么都可以用 当然如果你要出去tour 你要出去旅游 它有另外的价格 那个是外加的 但是我没有做过 所以我不了解 我为什么没有想知道 那个轮船里面所有的好处呢 因为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有这个好处 如果我知道 我就会表现得好一点 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也是这样 因为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没有享受到全部 如果给我们再来一次 多好啊对不对 对不起没有第二次 所以求神恩待我们 让我们在今天早上 能够用短短的时间知道 基督徒到底可以享受 所有的一切 在具体而为的 三四十分钟当中 我们可不可以抓到 第一点是什么 第二点是什么 第三点是什么 然后让我们没有遗憾 并且让我们在有生之年 可以享受完所有的 上帝要给我们的恩典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 五福灵门的这个题目的背景 请我们一起打开 以福所书第一章 三到十四节 或许你可以看圣经 或许你可以看我们周报的第二页 今天我们要看 以福所书第一章三到十四节 我要读单数节 请你们念双数节 请你们念的时候 注意一件事情 请你注意里面的主词是什么 主词是什么 你念的时候你要注意到 是我们还是你们还是他们 这样可以吗 我们只念一遍 所以你要仔细的念 你不需要算有几个我们 几个你们几个他们 可是你要知道 到底是我们 你们还是他们 我读一节请你读一节 第三节 愿颂赞归于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 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 一直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 过半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 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 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以普所出这一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段的经文是历代神学家 在研读研究了解思想分析传讲的时候 觉得非常辛苦非常不容易明白的一段经文 当我做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这段经文真的很不容易 连稍微一点点的分段都很困难 你要知道分段是一门大的艺术对吧 早期像我这个年龄要考公职人员的时候 一定要考一题叫做打标点符号 原来标点符号打下去之后呢 意思就完全变了 古文如果全部写在一起 没有标点符号你就很吃力 因为你不知道哪里有逗点 哪里有顿号 哪里有分号 哪里有句号 因为没有标点符号就很困难 我在神学院要拿博士学位的时候 有一个老师他很好意的来找我 他说李健 他说我特别给你指导一门课四个学分 我很高兴 你知道个别指导就表示比较轻松 因为可能需要上课的次数不太多 因为他跟我一对一 他也很累我也很累 后来我就说那怎么样可以拿到这四个学分呢 他就从他的抽屉里面拿出一本书 一本不是很厚的书 英文的书 他就拿一本书 他就跟我说李健 然后你读完这一本呢 那你就可以拿到四个学分 我说这么好啊 他说就这么好 我就跟他说那有没有写报告呢 他说没有写报告 我说没有写报告也可以吗 他说读完就可以了 我说那我们怎么进行呢 他说这样子 你这本书带回去之后呢 你读完一张就打电话给我 那我们就约个时间见面 那见面我们就聊一聊这一张 然后我们就读第二张 第二张读完了 我们就见面聊一聊 八张读完了就好了 所以只要见八次 他说如果你读得快呢 两三张读完一次 我们也可以一起 一起来读 一起来看 你觉得好不好 那如果你有修过硕士学位以上 你都知道这要赚到了 对不对 原来老师想偷懒 也让我可以分到好处 后来我就把那本书拿回去了 那本书的主题是讲到 马丁路德时代的雄辩术 马丁路德时代的雄辩 就是辩论术 那我就开始看 最讨厌的一件事情是 有时候一页你读完了 没有一个句点 你听得懂吗 一页读完了 你没有一个句点 以后我就把里面的生字 全部查完了 每一个字我都懂 合起来就完全都不懂 为什么 因为你不知道 哪一个是主要子句 哪一个是附属子句 我连主词都找不到 你要知道 如果是只有一个句子 如果是只有一个句点 就表示那个句子里面 只有一个主词 听得懂吗 后来有人告诉我说 这一本书很可能的作家 作者是德义美人 听得懂吗 就德国义的 因为只有德国人 会把句子写得那么长 美国人是不会把句子 写得那么长的 英国人也可能会 后来我就打电话 给那个老师说 老师我都看不懂 那个老师说 所以我才要你看 我说为什么我看不懂 你才要我看 他说因为我自己也看不懂 原来他才告诉我 他说我要你读 这一本书的目的是 因为我自己读不下去 所以我找你来 跟我一起念 你念完一张 就逼得我必须念完一张 因为我是老师 你是学生对吗 没有学生念完 老师念不完的嘛 是不是 所以他是要我来逼他 后来我真的拿 读完一张 我去找他的时候 我真的 我说老师真的不知道讲什么 他说他也读不懂 我们两个就这样子 瞎子摸向的 我弄到了四个学分 他也大概知道 那本书在讲什么 以无所书一章 三到十四节 也有这个问题 我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为什么 因为大家读来读去 写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 因为它只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三到十四节 因为这个缘故 要怎么样把这段讲得清楚 就很不容易 我在一口气 就把这段经文 念了几十遍以后 我突然发现一件奇妙的事情 就是我刚才叫你 注意的 在这十二节 三到十四节 十二节的经文当中 我读到 第十三节 觉得很奇怪 因为第十三节 跟别人不太一样 我们现在来念 第十三节好吗 刚才我已经读过 第十三节了 我们现在再念一次 预备请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请问这节经文有什么奇怪 什么奇怪 它跟其他的几节 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只有这一节怎么样 只有这节是什么 你们其他的呢 都是我们 我问你 一个人写信给别人 你们我们 可不可以分不清楚 不可以吗 不可以吗 写一个文章 可不可以你们我们搞不清楚 不可以 我们就是我们 我们可能包含你们 你们却不包含我们 对吗 所以我们跟你们 是不能搞混的 我们可能包含你 因为我说我们 就包含你了嘛 对不对 那国语还不够清楚 我告诉你台语非常清楚的 台语的我们有好几种 一种是我们不包含你的 一种是我们包含你的 可是国语看不出来 可是你们一定不包含我 对不对 这样明白吗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觉得 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子分我们你们呢 只有这里提到你们 其他地方都提到我们 那我们来看第三节 第三节 愿颂赞归于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曾赐给 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 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 我们使 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又因爱 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 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 所以你一直念下去 只有第十三节很奇怪 十三节跳过了以后 第十四节又变成我们 所以我们要研究第十三节 到底第十三节是什么呢 在这段的经文当中 我们发现保罗既然不会随便用我们你们 我们就是我们 可能包含你 可能不包含你 可是你们就是你们 因为你们不包含我 所以保罗在这边 写这段文章的时候 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他是讲得非常清楚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第十三节说你们 可见保罗是在提醒 以夫所的弟兄姐妹 提醒他们什么呢 他说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 请你看十三节 他说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 就是的意思就是 后面那一句话就是 前面那一句话就是就是嘛 对不对 他说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所以得救的福音就是真理的道 叫你们得救的福音就是真理的道 所以保罗在这边讲第一件事情 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 第二件事情 也什么 信了基督 什么叫做也呢 也就是加上去嘛 对不对 我带你出去玩 也请你吃饭 是不是两件事 好 这边的说好了 当然好啊 又出去玩又吃饭 当然好嘛 那这就是我们向神所要的 神到底要给我们几样 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的基督 可见这里有两件事 第一就是什么 听 见真理的道 或者听 听到道 第二就是信基督 对吗 他这里说信基督 对不对 第三件事情说既然信他就 这是三件事情嘛 是不是 所以这里有三件事 你知道第十三节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有真理的道 就是基督 第二信真理的道 就是基督 第三个就产生一个结果 就是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五福灵门 怎么样得到五福灵门 就是五福灵门的总纲 那天我要上船的时候 我有点紧张 因为那个人虽然说要带我们进去 他也一直告诉我们说 门票在他手上 船票在他手上 可是问题我一直没看到门票 你知道人就有这个担心 其实我不担心他的好意 因为我认识他很多年 他如果要带我去坐船 他一定会把门票 可是问题是我没有看到票 我就有点紧张 我也不好意思问他说 你票真的有带吗 我们从你们家过来 开了这么久的车子 如果你票忘了带 我们还要开车回去 所以我在他家的时候 我就故意问他 我就说既然要上船 我们要带什么呢 我其实要提醒他 去看看他的船票有没有带 他就告诉我 上船很简单 你再带你的护照就可以了 我就说那票呢 他说票在我这里 我说好 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说 你要不要把票拿出来检查一下 我就跟他说 我带这个护照就可以了吗 他说可以 我就跟他说 那我要不要拿票呢 我一直说你票拿给我看一下 他就跟我说 票在我这里 你不用担心 因为他坐船坐了十几次了 他就跟我说你不要担心 他说问题我很担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不知道我们做基督徒 有的时候走到一半会有点担心 对不对 因为你没看到那张票 那票在哪里呢 五福灵门的总纲请你写下来 听神道 信基督 受圣灵为印记 五福灵门的总纲 我们怎么可以入门呢 这里告诉我们 听什么 神道 信基督 受圣灵为印记 这是十三节 保罗对 以福所教会的弟兄姐妹说的 换句话说 保罗对自己的信仰非常有把握 可是他对他们那些 以福所的弟兄姐妹 他没有很大的把握 他再一次告诉他们 我是已经得着的 我可能包括你们 已经得着了三到十四节的内容 可是你们当中 有些人可能还没有得着 怎么样可以得着呢 就是十三节所说的 浓缩起来就是 听神道 信基督 受圣灵为印记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原来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 三到十二节 只在做一件事 什么是 解释 解释什么 解释什么是神的道 什么是基督 什么是我们和真理的关系 我们怎么样可以得着这个真理 我们可以怎么样享受 这个福气 原来三到十二节 是在讲属灵的福气 就是真理的本身 换我们今天所说的话 就是要得着这五个福分 五福灵门 是上帝要给所有相信他 儿子耶稣基督的人 可以得着的所有的福气 可是我相信我们当中 有些弟兄姐妹 可能在你有生之年 你并没有享受到 其中的某些部分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保罗就写信 给以福所的教会 或者说圣灵就透过保罗 写这一卷书信 要给所有历世历代的基督徒 都可以满满的享受 神要给我们所有的恩典 那我们现在要仔细的来看 五福灵门的内容是什么呢 五福灵门的内容 我们要来看 我们先要来读第一个 第四节 第三节我念 请你念第四节 第三节说 愿颂赏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 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在这边提到的第一个福气 就是神拣选了我们 所以请你写下来拣选 神拣选我们 神给我们第一个福气是什么呢 就是神拣选我们 这是个天大的福气 为什么呢 因为不是我们拣选了他 是他拣选了我们 请问我们拣选他 跟他拣选我们有什么差别 一样吗 都已经在一起了嘛 对不对 夫妻老了都会争一个问题 到底当时是你追我 还是我追你的 对不对 到底是我们选了神 还是神选了我们呢 我们会说那有什么差别呢 无论他选我 我选他 现在他已经是我的神 我已经是他的子民了 我告诉你差很远 谁选了谁是差很远的 如果是我们选了神 第一我们不会选神 你说对吗 一夫你好 好像很有资格选神的样子 我问你 如果我们选他 你觉得合理吗 我告诉你不合理的 为什么不合理呢 因为创造的主 宇宙的创造者 我们怎么可能找得到他呢 我们找不到他的 他既然创造了宇宙 我们又是在地球里面的一个人 你怎么找得到他呢 这是逻辑不对 我们找不到神 第二心情上也不敢找他 你说对吗 除非你无自知之明 你稍有自知之明 你就不敢找上帝 你就不敢找圣经里面讲的这位 全知全善全美的上帝 为什么呢 因为人有软弱 因为人有败坏 因为人有罪恶 谁愿意去找一个全知全善 全能的神呢 你说对吗 我以前在学校教书 教什么呢 教宗教 教宗教 因为这个缘故我就不只是研究基督教 我要研究天主教 天主教跟天主教很近 只有一点点的差别 要研究希腊政教 跟我们又有一点点差别 但基本上我们是同出一员的 又要研究犹太教 犹太教跟我们差别也不大 因为它是我们 它是我们的前身 只是我们改变了 它并没有改变 那我现在是在研究的角度 我并没有在讲我们的信仰 可是如果你除了基督信仰之外 还要研究佛教 还要研究道教 还要研究印度教 还要研究很多的宗教 你就发现一件事情 所有的宗教 人所想出来的神 都有一个共通的特性 就是他不完全 为什么 因为人所发明出来的 人所找到的 人所想到的上帝 一定要不完全 如果完全我们就不找他 你同意吗 有没有人笨到一个地步 我是罪人 硬去找好人的 有没有众人 有没有一个罪犯 跑去找警察的 没有 有没有作弊的学生 跟老师说 你来看看我的成绩 有没有众人 没有的 没有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找神 我们绝对不会找这种神 所以你发现一件事情 希腊所有的神都不完全 印度所有的神都不完全 日本的神是有缺憾的 这是人容许的 因为只有这样 我才肯亲近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可是我们的神 是完全的神 谁还要完全的神呢 对吗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不会选择神的 我们就是选择神 还有一个麻烦 就是我们选了他 有一天我们发觉 我们跟不上了 我们就怎么样 放弃嘛 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基督徒 最后来都放弃呢 因为他误解了 他以为他选择了神 所以最后 我跟不上你 这都是很好的基督徒 才会说跟不上 我跟不上你 我不要了 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 第一个福气 不是神拣选了我们 不是我们拣选了神 是什么 是神拣选了我们 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缘故 神如果拣选我们 我们就 不会跟不上 因为他爱我们 我们一定跟得到底 因为是他不放弃我们 我们想放弃 我们也放弃不了 因为是他拣选我们 如果我们要掉到深坑里面 如果神抓着我们 跟如果我们要掉到深坑里面 我们抓着神 你觉得怎么样 是神不丢弃我们 不是我们丢不丢弃他 所以这里讲到的 第一个福分 保罗在圣经里面 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告诉我们 第一个神所给我们的福气 就是第四节说 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耶稣里 什么 拣选了我们 拣选了我们 而且 这一个福气神拣选我们 给我们的最大的恩典 是因为 我们相信 他不会错 他在拣选我们的时候 他知道我们不好的 他不是不知道我们不好 他知道我们不好的 你怎么知道 他知道我们不好呢 因为第四节说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我们 下面我们请念 预备 请 使我们借着 使我们在他面前 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原来神早就知道 我们不好了 不是选了我们 才知道我们不好 他如果选了我们 才知道我们不好 就不会这样写 使我们 意思就是说 神在拣选我们以前 就知道我们不好 他虽然知道我们不好 他还怎么样 不然第四节 不可以这样写 对吗 而且他拣选我们 有一个目的 要使我们 什么 就表示我们 在被他拣选以前 我们是 没有圣洁 有瑕疵的 这是第一个福气 你们一点都不敢动的 但是没关系 如果只有第一个 还没关系 第二个我们来看 第一个福气 是神拣选了我们 那第二个福气 是什么呢 我们来读第五节 第六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五节 第六节 我们想念 预备 请 又因爱我们 就按着自己 意志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借着 耶稣基督 得儿子的名分 使他荣耀的恩典 得着称赞 这恩典 是在他爱子里 所赐给我们的 这边提到 第二个福气 是什么呢 就是神预定 我们得什么 儿子的名分 他不仅拣选了我们 而且给我们 儿子的名分 或者儿女的名分 因为今天会有人 觉得说 神每次都说 儿子 儿子 好像我们这些 做女儿的 都不在里面一样 没有 神没有重男轻女 当他讲 儿子是一个概论 所以儿子包含女儿 所以我们就 儿女 预定我们得 儿女的名分 预定我们得儿女的名分 什么叫做儿女 我想儿女就是最亲爱的 意思吗 儿女是什么意思 儿女是最亲爱的意思 什么叫做儿女 儿女就是有生命关系的意思 什么叫做儿女 儿女就是最像她的意思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最爱的是什么 你知道没有一个人 你问他说 你最爱是什么 他立刻讲儿子的 我到现在还没听过 你随便问一个人 你不要预备他 你不要先告诉他 你要问他什么 你就过去跟他说 某某人你最爱的是什么 他大概想了一下之后 什么答案都可能出来 就是不会出来儿女这个词 为什么呢 我请问你 你爱什么 房子 房子好不好 好不好啊 你爱不爱钱 有的人说我爱音乐 音乐是我的生命 有的人说我喜欢大自然 可是你想想看 你最爱的是什么 那我怎么让你想想看 你最爱的是什么呢 就是拿你最爱的 这个跟那个比比看就好了嘛 对不对 你比较喜欢表 还是比较喜欢比 就拿来比比看 比不要了 我只要表 对不对 那把表拿来跟车子比一比 表不要了 就要车子 对不对 然后再把车子拿来 跟房子一比 车子就不要了 对不对 再把房子跟妻子拿来一比 妻子不要了 对不对 不是这样啊 我以为你们是这样 你只要把任何东西 拿来比一比比一比 你就知道 你会觉得哪一个 是我们最爱的 我告诉你啊 如果我估计的不错 如果你有儿女 那没有儿女 我们先不要管吧 对不对 如果你有儿女 我告诉你 你最后比来比去 最爱的就是你的儿女 没有任何一个东西 可以超过你的儿女 你说哪里 不一定 不一定 为什么 为什么不一定 也有不一定的啦 因为说不定 我们儿女长大之后 不太成才 对不对 不太成气 我们又不太喜欢成龙 是不是 还有儿女 也不一定很孝顺 所以你就会很生气 说不定你很伤心 可是 你会说 我宁可要房子 也不要儿子吗 你会说这个话吗 你会说 我宁愿要钱 也不要儿子吗 你会说这个话吗 当然你生气的时候 一定会说这个话的 可是只有一个办法 让你确定这件事情 就是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请问你儿子现在 命在旦夕 房子还要不要 因为他需要 这个医药费嘛 房子卖不卖 不卖啊 我佩服你了 我跟你等到有一天 你儿子命在旦夕的时候 你房子也卖了 音乐也不听了 对吗 我请你去坐轮船 你都不肯了 因为儿女才是我们的最爱 上帝为什么要用儿女 来描述 他要我们 做的那一位呢 因为没有一个东西 我们可以拿来跟我们儿女比的 我告诉各位 有的时候 不一定对啊 但有的时候 儿女比父母 还在我们心中 站更重要的角色 对吗 甚至在中国人 这不一定对的 但是中国人肯定 儿女比 妻子丈夫更重要 这不一定对的 可是无论如何 儿女都站我们心目当中 最重要的那个位置 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爱什么 我们并不真正知道 可是圣灵上让我们看到 神说他最爱的叫做 儿女 所以他把我们放在 那个位置上面 神拣选我们成为 他的儿女 为什么我们会做 神的儿女呢 因为我们是神的最爱 所以神预定我们得 什么 儿女的名分 他说我们是被拣选的 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换句话说 他是把我们从外面 选进来的 在外面这么多人当中 这么多的人 事物当中 还有其他动物当中 神选了人 而且选了你 选了我 他是一个一个选的 他不是说 这一批的人全部得救 他不是这样子的 他是按着我们的名字 叫我们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独特的 神拣选你 拣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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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你忘了我 拣选我 神是一个一个 把我们拣选进来的 而且拣选进来之后呢 就把我们放在 儿子的位分上面 其实我们这种人 不配得到神的拣选 我们是得罪神的 我们是 五万人的 我们是背逆神的 我们根本不配来到 这位全真全善全美 的神的面前 可是神把我们拣选回来 而且拣选回来之后呢 不是把我们拣选来做他的家具 不是来把我们拣选做他家的宠物 不是把我们拣选进来做他们家的仆人 很多人说 我是神的仆人 我心里想说 你去做你的仆人吧 我还做儿女比较好一点点 你觉得做儿女好还做仆人好 对不对 对不对 儿女最可以耍赖 对不对 仆人可以耍赖吗 儿女可以耍赖的 你知道很多基督徒一生不知道 他是神的儿女 所以他从来不敢耍赖 我告诉你 你如果真认识神 你就会发觉 神是最可以被我们耍赖的那一位 不仅可以耍赖 还可以撒娇 我有一个弟兄 我认识一个弟兄 真的事情 我不是讲故事给你们听 有一天我到他家里去玩 他家有一只狗 他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我说以前你们家没有狗 他说对 我说好久没来人 你们家这条狗好可爱啊 他说对 他说可是这只狗是流浪狗 我说看不出来啊 当然看不出来嘛 他说以前我在外面 有一天那个狗就一直跟着我 一直跟着我 可是那狗呢 全身的狗毛都快掉光了 而且又瘦又干 然后就整个一直跟着我跟着 后来他就觉得很可怜 然后他就走到哪里 那狗就跟到哪里 后来他就说商量 跟他家人商量就把他养进来 进来就把他全身洗干净 还要先消毒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 那时候大家不是很流行 搜流浪狗 他是一个那种 很爱这种东西 他就把他挤得干干净 然后带到家里面来 后来那只狗 你知道因为是外面 找进来的嘛 所以呢 他有一些坏习惯 可是这主人就一直教他 一直教他 一直教他 后来这狗就越来越好 越来越胖 吃得好 住得好 睡得好 你知道那个狗 也会撒娇的 也会撒娇的 不高兴还要 咬主人 主人很生气 那主人告诉我 他告诉我 我到他家去 我说这狗好可爱 他说你看他很可爱 他凶起来不得了 他有时候不讲理的 他跟我说 还会咬我 我说啊 还敢咬主人的狗啊 哪个狗不咬主人 对吧 后来 他那天跟我讲 他说你不知道 他说这条狗 真是好狗命 他能一讲这个话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我们基督徒 真是好狗命 对吗 我们真是好狗命 我们是捡进来的 我们自己都不喜欢自己 我们如果对自己 越了解的人 越觉得像我这样子的人 神怎么会要呢 可能比我差的人会要 可能我们半斤八两的人会要 可能比我好一点的人 我们也过得去了 反正五十步笑百步 对吗 可是这位神 怎么会这样爱我们呢 把我们捡进来 而且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第二 第三 第三 神不仅拣选了我们 神不仅让我们得儿女的名分 第三个福气是什么呢 请我们来读第七节第八节 第七节第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第八节 预备 请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到他丰富的恩典 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 匆匆足足赏给我们的 这第三个福气就是 请你写下来 神赦免我们的罪 神赦免我们的罪 这是太好的福气了 第一个福气是神拣选我们 神把我们捡回家 不是我们巴着他的 我们是不敢进去的 我们穿成这样 我们长成这样 我们外面一个样子 我们里面一个样子 怎么敢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呢 但是神说没关系 神说没关系 是我找你进来的 不是你自己要进来的 是我牵你进来的 是我开门让你进来的 是我迎接你进来的 是我预备你进来的 而且进去之后呢 我们发现原来我们本来想进去说 留老老进大官员 随便做一个石头就好了 他没有帮我们当成宠物 他没有帮我们当成家具 他没有帮我们当成摆设品 他没有帮我们当成仆人 他帮我们当成什么 当成儿女 可是弟兄姐妹 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虽然做了儿女了 还犯不犯罪 你们还犯罪啊 你们做了神的儿女还犯罪啊 真的啊 那我跟你们一样还好 我以为你们都不犯罪了呢 我是还犯罪的 我是还软弱的 我是还很 常常跌倒的 我们来到圣洁公义慈爱的上帝面前 我们就发现 如果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 那么我们标准的形容词就是 我们是神 悖逆的儿女 我们信了之后 我们明明知道我们是被拣选进来的 而且是做儿女的 没有想到我们还是悖逆的 我们有骄傲 我们有嫉妒 我们常常背后说别人的坏话 有没有 又不诚实了 你看 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软弱 我在读法律的时候 我在读刑法 我当时的论文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想要去写宪法 第二个想要去写刑法 后来呢 刑法实在太难 为什么 因为那个要研究人的罪性 宪法 我老师不让我写 他说以你的个性 你最后写完就关到监狱里面去了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叫做动员看乱时期 年轻的人不了解 我老师跟我说 你看看你以前几个学长 写这些宪法的 都一直在批评政府 说政府这里不好 那里不好 都会被抓到监狱里面去 还好我没有写那个东西 可是我在读刑法的时候 我就发觉 人怎么会这样呢 人里面有一个罪性 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今天我们没有被抓到 不是因为我们不犯罪 是因为证据不足 听得懂吗 最近不是一直在炒什么政治现金 有没有 我告诉你 真正的 真正这种钱你都抓不到的 怎么抓得到呢 对不对 只有我们两个见面 只有你拿给我 我拿给你 对不对 怎么抓得到呢 我没有说一定有 但是有也不容易抓到 可是有 没有抓到 并不代表没有 是不是 我没有被人家指责出我的罪来 并不代表我没有犯罪 更何况我很多的罪在里面犯的 你根本就搞不清楚 你根本就搞不清楚 在这边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神不仅是在我们 信他的时候 赦免我们的罪 而且在信他之后 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他仍然赦免我们的罪 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我们相信主 在第三个这个地方 我们才知道原来赦免我们的罪的 不是在拣选我们的同时 就赦免我们的罪了 他不是说好好清葬 这个以前全部都清了 我告诉你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麻烦了 因为从那时候到现在 又不知道欠掉多少了 是不是 神说我不仅一次免你以前的罪 你注意听 也一次赦免你 所有今生会犯所有的罪 很多人不了解这件事情 所以他基督徒的生活很害怕 很紧张 压力很大 我没有叫你可以努力的犯罪 我只不告诉你 你所有犯的罪 神都赦免了 这不是我说的 我的话你不要相信 圣经的话你要相信 他一次赦免我们所有的罪 有的人说那这样 我们不是鼓励弟兄姐妹犯罪吗 我告诉你不会的 没有一个人一直犯罪 得罪神 他知道他还好意思的 他渐渐就会不好意思 你知道吗 为什么会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会成长 我们的灵命会长大的 小孩子慢慢长大就越来越乖 上个礼拜 就是今天是礼拜天 我们礼拜五到一个弟兄家里去 那个弟兄的孩子从他出生 因为他是我 应该记得没错 是我证婚的 对 我证婚的 他的孩子现在已经十几岁了 十几岁了 他小时候就 生下来的孩子就不好带 有的小孩子生下来好带 有的孩子生下来不好带 他就一直说这个孩子不乖 其实就是很正常嘛 哪个孩子长小时候乖的 对不对 小时候乖你要很害怕你知道吗 他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太正常 是不是 不然我们也不会出一个科P 他不仅小时候不正常 现在还不太正常 哪有人像他这样讲话的 你不考虑考虑别人的立场 对不对 所以他现在有个护身符 叫做亚斯伯格证 只要人家一讲他就说 对不起我是亚斯伯格证 好像亚斯伯格证的人 是可以免除他的责任一样 不过我们会随着我们年龄的成长 我们的社会行为会改变 如果我们知道神永远爱我们 你一直爱我们 我告诉你一个好处 你随着年龄的长大 你会变 你不会一直愿意犯罪的 没有人愿意这样 你知道我这次到他们家去的时候 那孩子两个孩子 真的乖很多 以前叫他说 来 叔叔伯伯阿姨来了 叫 他这不要叫 他就一下子转身就跑了 对不对 后来就硬拉着他叫 一个叫 其实这方法好不好也很难讲 对不对 不过他一直这样带他的孩子的 那我就跟他说你松一点嘛 你松一点嘛 后来呢 最近他这次去他们家两个孩子 来叫 他还一个一个 李建长老 他就说李建长老好 孙子长老 孙子长老好 某某 有个说叫哥哥 不是叔叔吗 他就看他爸爸 好 就叫哥哥 你看多乖啊 对不对 那你要知道 我们随着我们年龄的成长 我们就会改变 为什么 因为神一直在赦免我们 第三 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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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到底神给我们第四个 什么福分呢 我们来读第九到十节 九到十节 一起来读 预备 请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要照所安排的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使天上地上 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 同归于一 第九节特别讲到第四个福气 第十节是在解释第九节 他说第四个福气 是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这是什么意思呢 换句一个比较完整的话说 就是神让我们写下来 参与在他的旨意中 神让我们参与在他的旨意中 我们来复习我们所得的福气 第一个 神什么 拣选我们 第二个 神把我们从外面救进来之后 让我们得了儿女的位分 那不是做宠物 不是做家具 不是做百事 不是做仆人 而是做他所最亲爱的儿女 第三 这个亲爱的儿女 虽然是一个悖逆的儿女 但是神说 我赦免你 所以他赦免我们的罪 第四件事情 他不仅是赦免我们 他叫我们参与在他里面 只有一个儿女 当他长大到某种程度的时候 或者被他爸爸重视的时候 他的爸爸才会让他知道 他爸爸所有的事业 所有的思想 所有的产业 随着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 神会渐渐的让我们 参与在他的旨意当中 这个是圣经说的 神把我们找进来 赦免我们的罪 不是让我们做一个没有用的孩子 很多人常常跟我讲 他说你长老 我祷告神为什么不听 我说你要感谢主 他说为什么这么不顺利 我说你要感谢主 他说为什么我所要的神都不给我 我说你要感谢主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 不成才不成气的孩子 父母才有求必应吧 是吗 你知道中国人说富贵富贵 中国人以为富就贵了 我告诉你富跟贵 完全是两回事 富是一回事 贵是另外一回事 富是你拥有钱 贵是你的品格 这哪里有一样啊 如果只有一代有钱 如果是富二代会搞坏的 富三代更坏 可是我连续富了七八代 我就告诉你 他已经有个规则了 富了七八代的父母 绝对不会让他的孩子 随便就享受到 他可以享受的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可能也有很多人知道 你知道英国的王子都要当兵 英国人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当兵 你要听到 你听得懂吗 可是英国的王子一定要当兵 而且都是要当特种部队 他自愿的吗 每一个自愿的 可是他的父母说 你就是要去当特种部队 为什么 而且你在当特种部队的时候 你是没有王子身份的 因为只有这样子 他才将来可以做王子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从以前到现在 所有的祷告神都垂听 你可能是spoiled 你是被宠坏的 感谢主的恩典 我们的祷告神不都听 我们的环境不都顺利 我们以为该得的 神也不按照该得的给我们 因为只有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才会依靠他 我们才会仰望他 我们才会努力 我们才会反思 我们才会悔改 我们才会检讨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样神才会让我们 参与在他的旨意中 神是预定我们每一个人 都这样的 所以如果你有不顺利的环境 要感谢主 因为神要我们 参与在他的旨意中 最后我们成了神的 写下来基业或者产业 产业或基业 第五个福分是什么呢 就是11节12节 你一方面写 我一方面讲 我们也在他里面成了基业 或者我们也在他里面 得了基业 这语言是那位 谁己意行作万事的 到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叫他的荣耀 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 有盼望的人 可以得着称赞 所以第五个福气是 预定我们得着基业 那这有一点点复杂 我们不仔细讲 因为这往后的几次当中 我们会把这一切全部的 一步一步的讲过去 我们今天只要讲一件事情 我们有这五个福分 第五个福分就是 我们成了神的基业 在翻译当中也有可能是 神成了我们的基业 我告诉你 这两件事情是一样的 神成了我们的基业 是指神就是我们的福分 我们成了神的基业 就是我们是神所照顾的 一直要持续到永久的 换句话说 神预定我们得着基业 或者我们得了他 作为我们的基业 就是我们能走到底的意思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以福所述这一段圣经的 最后一个福气 就告诉我们 我们能走到底 神预定我们走到底 我们能走到底 神预定我们走到底 所以你不用太担心 我因为在带很多的 很多的弟兄姐妹 很多的门徒 他们常常写信告诉我 说你长老我走不下去了 我说走不下去就坐下来 休息一下 休息够了怎么样 再站起来就往前走 有人跟我说 李长老我这一年 我要他们写一年的回顾 他说我这一年失败到底了 我真的灰心到底了 我就跟他说没关系 神仍然爱你 他说我失败了 我说你没有失败 我说因为你还会站起来 就没有失败 这里答应我们 我们走得到底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是他的基业 他也是我们的基业 来我们要 快要结束了对吗 我把它五个都背起来 这个礼拜你要常常想这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神什么 拣选了我们 拣选我们以来 进来之后就变成神的 儿女 而且他不仅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以前的罪 他赦免了我们 而且他未来还要怎么样 再赦免我们的罪 第四 他也让我们 参与在他的旨意当中 最后我们就成了他的 基业 这是我们基督徒所有的一切 欢迎你上了船 船上可以享受的 就这些 你看到的都可以吃 都可以拿 都可以喝 都可以用 你只要照着神所给我们的 那个时间表 说几点几分 在前仓几楼 有什么表演 你就可以去看 不用另外的交钱 求主帮助我们 你说那我怎么可以得着这个东西呢 就是最后一个 五福灵门的秘诀是什么 四个字写下来 在基督里 我不一个一个带你们看 这五个福分里面 每一个福分得着 他前面都说在基督里 或在耶稣基督里 或在他里面 换句话说 你要得到这五个福分 只有一个秘诀 就是在基督里 又回到五福灵门的总纲 听神道 信什么 信基督 所以在基督里 我们可以享受 神拣选我们 做他儿女 罪得赦免 参与他所有的决策 以及成为他的基业的里面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成为神迹的器皿 我们就是 神要把神迹放进来的那一位 我们就是那个器皿 神把我们放在 神让把这些福分 要放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成为 承载神迹的器皿 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你知道我们举起手来 不是我们以为我们能做到 是因为我们愿意接受你的拣选 是你拣选我们 不是我们拣选你 所以当我们出去的时候 我们虽然会软弱会跌倒 我们还会骄傲 我们还会嫉妒 我们还会做一些 我们自己都不齿的事情 可是你赦免我们的罪 并且把我们带到最后一天 谢谢主的恩典 我们现在要分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 和神普世众教会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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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